相信這是要射擊飛行機票 要不要進行眼鏡就要提供金 像阿聯修 航空最近推薦台北 八度白 優惠機票 機票含水介紹一萬九千塊 三度白 兩晚 能夠打枚免費 另外 替人客辦簽證 優待受限量 像雅丹節 還有看年 新加年 都不可以 就曾經提起說 買外國的航空機票 就要看保障色 因為外國的航空機票 這些公司 都是不用讓民航局深刻 過去也沒辦法說 優待票其實沒比較少 另外說 也沒什麼說 要另外算航空付加費 還有稅 含出社會 不然別算別的 調美換錢 這樣就不會好 其實民航局對於國籍航空 也就是長榮華航 是有比較明確的規定啦 但是外籍航空 其實它只要報備而已 所以就不需要 說一定有很強制的規定 燃油附加費的費用會到什麼程度 外籍航空 它的促銷票價是不含所謂的燃油附加費的 同一間航空公司 登國外撒台 巴倫敦 基票4,888 但在準備要入開的時候才發現 怎麼會多多人航空出來 航空公司的付加費1萬3千塊 扣稅至秋色費6千120塊 總共2萬4千塊 算上的根本就沒比較少 那當時的工庫上面也沒看到要收這些錢 其實現在很多航空公司它最低的票價 可能是不含托運行李的 甚至是一些傳統的大型的航空公司 都是這個狀況 華國航空 德國和沙航空 隨時航空這些傳統的航空公司也紅點名 抹殺很小的優惠基票出來 但其實票價沒有掛行李 很多路客都叫是傳統的航空公司 基票都有掛行李 結果到現場才知道 特務要另外付錢 不然可能也沒收多少 後來看到剩下的基票 冷靜下來看清楚 正來路客 這樣吃不夠開這條錢 記者綜合報道